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8月 范冰冰发布消息称 基本确定担任巨齿沙女主角的范冰冰因无法协调档期 选择退出本片 巨齿沙片方需要演员9月禁组开始拍摄 而范冰冰这个时候要为其主演的电影或不是潘金莲与绝技宣传造势 故将9月全部时间给到了上述两部电影 无法协调出档期赴往国外拍摄巨齿沙 随后10月 李冰冰确定加盟本片 片方表示 李冰冰流利的英语台词功底 演技 以及主演好莱坞电影的丰富经验使得成为女主角张苏音的不二人群 剧组以巨大诚意邀请李冰冰加盟 制作方引力影视和华纳兄弟 对其加入被感荣幸 李冰冰在国际上打拼多年 但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打酱油 2013年3月17日 在内地火热上映的影片《生化危机舞》中 李冰冰无疑是中国粉丝关注的对象 在片中 李冰冰戏份并没有那么多 但安德森表示 爱达王这个角色 没有人能比李冰冰更加适合 《生化危机舞》中的李冰冰算是女二号 不过第一场枪战戏过后 后两次出场的她就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了 最终的大决战中 李冰冰则是在昏迷中度过 《生化危机》的世界很两极 要么就是美女 要么就是僵尸 李冰冰忍了美女 跟游戏角色的还原度很高 红色旗袍的开叉也很高 可是在一个早就被女拉乔过围起统治的系列中 李冰冰难免沦为背影 不过受到赞扬 也三位走入国际又增添了筹码 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的李冰冰已经完全有了存在感 不但当演员还是制片人 相信如果巨齿沙大麦 她将获以不守 李冰冰为连好巨齿沙十分拼命 为了演出海洋生物学家的专业 她深入研究鲨鱼 读了许多资料 更为了与鲨鱼共有接受潜水训练 她坦言在水底演戏不容易 不熟潜水的她 有一幕要与鲨鱼搏斗 穿着整套潜水装备 被关在一个很小的沙龙里 因为电影里鲨鱼会一直攻击那个沙龙 所以沙龙被撞得不断在晃动 我差点就把氧气用完 一回到岸上整个人都累瘫了 可是幸运的是 最终呈现的结果很好 李冰冰这回的戏份几乎不输难住 角色有生物学家的专业背景 也有温情默默的儿女情长 不是扁平的 标签画的 李冰冰的表现也很圈刻点 尤其是一口流利的英文 十分具有国际范儿 与此同时 虚构的锯齿鲨更容易地抹平了文化歌谋 这一次故事的开始 从一项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科研项目讲戏 电影的高潮则是锯齿鲨 横冲直撞三亚弯 终备降服